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你有没有认为自己的童年很惨 天天被父母逼着读书 不能上网又不能出门玩耍 谁的零花钱还不够花 想偷偷冲个口口红转做个亮仔都没有机会 被吹的童年就是我 可或许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关于灰色童年的惊悚故事 还请你听我说 在两年前,异常发生在美国人治解决行动中 雄鹅平坚超强的狙击能力命中敌人就下人治 借此功劳,雄鹅得以升职 而在两年后的申请报告中显示 他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 雄鹅小失后和父亲、母亲、姐姐一击生活在一起 父亲表面上经营着一家古董商店 但实际上其主要收入来源 是给生殖家介绍合法捐赠的幕后交易 母亲是个胆小怕事 内心软弱,需要依靠别人的笼络女性 姐姐一击,从小在学术上和艺术上展现机场的天赋 与姐姐一击相比,雄鹅就显得磨磨无闻 姐姐一击的天赋是在林默父亲收藏的名家艺术品时被父亲发现的 男人一击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比其他人更加优秀 尤其是在回话方面 据说水水石所画的作品都被拍卖到数百万日元 这样一来,原本磨磨无闻的雄鹅就更加不受父亲的喜爱 雄鹅从此开始一度逃避自己的优秀的姐姐 因为他在姐姐身旁就会被像少子一样看待 姐姐发现他越来越沉默 就对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 雄鹅没有隐瞒,将自己的内心全部告诉了姐姐 他每说一句话,就想抓在姐姐的心里 为此以后,姐姐经常带着雄鹅出门玩耍 只要雄鹅如果让球季变得更好 一起勾住雄鹅,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雄鹅不要轻易放弃 总有一天会超越自己 努力本身也是一种才能 雄鹅对姐姐的教导身心不疑 不过当有一天,雄鹅画了一幅画后 姐姐画的画得很不错 然后把画画在画室上 但人却说雄鹅画得像小孩子涂鸦 要求一击赶紧取下来 一击当然是不肯干 于是和父亲大声争吵着 家豪这时雄鹅也从门外跑来 他把画撕成了两半 姐姐一击觉得很吃对不起雄鹅 甚至在半夜又把画给拧了上去 不过这一切只是徒劳 因为这并不是父亲的冷革 最后有一天雄鹅放学回家看到一个黄发男子 黄发男子见到雄鹅给了他一块巧克力 在问及雄鹅是否有画画材当时 父亲却在一旁嘲讽说 会没有的事 但是这个黄发男子 却露出了一位深长的微笑 而一击 也在之后拒绝画画了 理由 是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 雄鹅不明白问为什么 姐姐只说自己不想被别人太过关注 说着还给了雄鹅一堆漫画书 让雄鹅看完 好和同学有共同话语 这样一来 雄鹅就可以交到好朋友了 虽然一击不想继续画画 也放弃了去巴黎进行绘画的计划 但是 一击时不时创作的作品 还是被卖到很高的价格 甚至可以说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因此 一击在家里的低位 他是说一不二的 一次夜晚 一击从外面跟父亲与客户谈完生意吃饭回来时 就发现雄鹅在泡泡面 一击问他为什么不吃冰箱里的食物呢 雄鹅回答说 没有人说可以吃冰箱里的食物 如果我直接吃了的话 会被打的 这番话 让一击突然伤心急了 那一晚 这到深夜 一击还在和父亲争吵着 但自从那晚起 父亲就更加厌恶雄鹅了 母亲懦怒的性格 导致他不想引我上身 所以也想方设法躲着雄鹅 一击阿兰都开始刻意疏远雄鹅 原本以为这个家庭 只有一击真心的照顾雄鹅 可是姐姐却突然质问雄鹅 是不是再和女孩子交朋友了 雄鹅胆怯的回答说是 而这个回答 就当了姐姐的怒火 一击不喜欢雄鹅 却交女朋友 也正因为如此 雄鹅却的乖乖听姐姐的话 和行交的女性好友 开始疏远 之后姐姐一击 进入当地有名的私立学校 她甚至违背父亲的意愿一样 没有进入美术部 而是进入篮球部 或者平凡的日子 姐姐一击把朋友分为优劣等级 像棋子一样操控着他们 这里面也包括自己的父母 她死路已经习惯了 自己为王的生活气氛 原本以为姐姐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但是直到有一天 姐姐乘出的学校巴士出了车祸 她彻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决论姐姐死亡的生命时 父亲由于接受不了事实 整天叙旧 还经常打骂母亲和雄鹅 终于有一天母亲冷受不了 就带着雄鹅在神爷偷偷离开 去往了另一个地方生活 因为收入微波 比不上以前优渥的生活 但是母亲和雄鹅发现 现在的生活 比以前更加的开心 可好景不长 父亲就找到了雄鹅他们 他打骂着母亲 让雄鹅去买酒 那粗鄙的模样 让雄鹅本能的畏惧 雄鹅买酒回来后 看到父亲浓烈着母亲 还妈妈咧咧 看着母亲被父亲卡着脖子 几乎窒息的模样 雄鹅拿起手中的酒瓶 砸死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反应过来后 把所有的钱财都交给他 并欺骗雄鹅 让他先走 自己处理完现场 随后就来 可雄鹅舅舅都没有等来母亲 就再次远路反馈 可映如来也年的场景 到处都是警察 听林群描述 在这母亲懂了父亲好几道后 就上校自杀了 成为故事的雄鹅 被先前的黄发兰子受养 他把雄鹅打扮成女孩子 带为城堡 在晚上一个猥琐大叔 潜入雄鹅的房间 想要请完雄鹅 雄鹅下意识地反抗 却把他给杀了 这个场景 让黄发兰子 像是发现宝藏一样高兴 他把雄鹅带到一个寒冷的国家 那里是一个职业军事学校 将孩子从小进行残酷的训练 在这个地方 雄鹅表现出非常出色的运动才能 但因为他是这里的 头目杨子又非常出色 因此他遭到其他人的排挤和独大 只有一个女生Money非常照顾他 他潜意识地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自己的地方 而且变换的一个环境 他的处境还是没有变化 跟到了毕业的时候 两个人对打 必须有一个人被打倒或者杀掉 另一个人才算毕业 不巧的是 Money和熊鹅分倒了一组 在打斗过程中 Money很快就处于狭风 就在熊鹅最后一季的时候 他看到母亲被楼顶的场面 Money抓住机会 打倒了熊鹅 事后Money找到熊鹅道歉说 为了逃递这个地方 他必不得意 还这么做 即便是对自己在好的人 也有可能是为了利用自己 一或者说关系在好的人 在面对生死存亡 一或者是第一面前都会改变 等到第二年 熊鹅在实战中 顺利完成暗杀行动 得到了毕业 但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Money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人发现 于是死掉了 但是这些暗杀行动 还是被警方找到了竹子马迹 包围了黄发兰子的老巢 可是在城堡里 没有发现黄发兰子 只抓到了熊鹅 就此 熊鹅被警方收编 等待他的命运 没有人知道是好 还是坏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片名 灰色迷宫 熊鹅的前半生 分为四个阶段 和姐姐的日常 和父母的日常 以及养父的日常 杀手训练的日常 作为正传的前传 熊鹅的前身 真的是充满了黑暗 他想要普通 可是他发现 如果他太普通的话 就不被人重视 从小被几些的光环 刺刺压着 那他想要冲破这个牢笼 当他有机会 冲破牢笼的时候 才发现 外面的世界 似乎 也并不美好 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聚集在一起 妒忌自我 走到哪里 好像世界都是黑暗的 虽然总有人说 世界是充满美好的 不过美好的世界 到底该如何到达 却没有人说 看完这部电影 就回想起 被嫌弃的宋子一生 家庭氛围永远 都是最重要的 哪怕外面的世界 再黑暗 如果自己有避风港 能够带来温暖和希望 或许人的思想 就不会扭曲 影片比解说 还会更加的回色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欣赏一下 对于这种童年 不掉视频前的少年少女们 有什么看法 还请你说 我听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